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大陸有好多個地方現在宣佈放棄核酸這個政策 但是過去三年,和核酸有關的費用相當之巨大 我相信有些地方政府可能甚至還未結帳 我們一齊看看新聞講些什麼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了我們頻道先啦 大陸的動態清零在最近已經是叫做放寬 之前廣州、上海、北京都放寬防疫措施 內地各個大城市在5號也是再次推動更多的放寬防疫措施 亦都不再要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市民當然開心,但是過去三年來 大量核酸檢測和建造隔離措施的相關費用 就令到各地政府的財政資金負擔無重 甚至乎有些地商政府本身已經是負債累累了 去到現在亦都要被迫削減行政服務去抵消債務 這些是一個新的挑戰來的 而美國的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就引述了 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經濟學家 喬治馬格納斯的表示 中國實體債務的可持續性和公共服務 由於疫情遭到削減 地方資產服務被出售的情況下 現在大陸地方政府面臨著重大壓力 如果中國持續進行封鎖或大規模核酸檢測持續下去 金融穩定風險就會增加 而根據大陸的財政部數據顯示 今年一到十月期間 地方政府的支出是比收入多了11.8萬億 其中衛生健康的支出是最多 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2.6% 所以地方政府有些現在都需要發債 而CNN就根據中國財務部的計算 他說在2022年頭十個月 中國的港義財政赤字 即包括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赤字 是去到6.6萬億的了 比前一年是增加了近兩倍的 而在過去這三年其實大陸都很依賴 社會性的核酸檢測去篩選這些陽性患者 用了很多錢去大量建房仓醫院 和新冠患者的隔離費用也是由政府埋單 另外由於之前經常都有封控封鎖出現 也是嚴重影響經濟成長導致收入停滯 支出反而不停飆升 所以在疫情的夾擊之下 中國破天方出了很多管控措施 令到內地房地產市上 科技等行業一決不振 以往地方政府依賴賣地 去增加自己庫房的錢 這個方程式都很難再走一通 亦令到地方政府財政壓力雪上加霜 而根據報導 地方政府過去賣地收入佔了財政收入四成 在2022年前十個月 土地消售量同比下跌了26% 這一個疫情重創企業 亦逼到各地政府減免稅金 去到人民幣3.7萬億 而中國經濟在今年頭三個季度 亦都是只增長了3% 這裏講的是GDP 而只是今年4到6月 中國全國就已經進行了 108億次核酸檢測 如果是按照中國大中城市的5億人 每兩日做一次檢測 成本就已經高達2400億美金 另外根據金融服務機構 中國金融在線的數據顯示 中國最大的上市核酸檢測 供應商中有15間報告 合計一共有440億的應收帳 或者未付帳款 比上一年增長了71% 而再早一點 河南省的一間新冠檢測實驗室表示 因為當地政府去年1月到現在都未付帳 已經停止了供應檢測服務 所以看得到 其實現在這些核酸檢測公司 都可以講得上 是割回地方政府的糾菜 所以現在不做核酸的話 我相信這些核酸公司 很快就要關門大吉 還有 不要忘記了 現在是在捉打架 那到底 有哪些公司是會被他們捉到呢 捉到會說 我相信當地政府 就不會再找數給他們 所以力度應該都會幾重下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